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到的是罗密歐与朱莉叶 他们的意大利式的爱情的纠葛 或者对于玩车人来说 你可能会想到一台运动性能 手牌后驱的这样的运动仿车 在视觉的印象里面 一定会想起它那顿型的水箱护照 我自己因为喜欢摩托车所以常去意大利 也有去参观过位于米兰旁边近郊的 阿发罗密歐它的工厂还有博物馆 那一次呢我还记得我是租了一台朱莉叶塔 一台小型的车款开去参观这个阿发罗密歐的工厂 我记得那时候在工厂里面及博物馆 都看到满满的Stellville 所以阿发罗密歐在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生产了大量的休旅车 但是以阿发罗密歐它真正的精髓 还是站长身排上这台Julia 在认识阿发罗密歐Julia之前 一定要先来谈谈在1992年停产的75 说到75你一定会想到方正的外星 后驱首拍 虽然在75停产之后呢 也有后继车款包含155 156 159 但这三款车呢都是以前驱架构 来做四轮传动的车款 以75来说 它的引擎曲轴是踩纵向的放置 所以它的动力可以直接传到后轴 但在155 156甚至159 它都是踩一个横置的放置 所以它的动力虽然也可以达到后轮 但实际上呢 它还是以前轮传动为主的一个底盘设计 实际上这三款车它的车身尺寸也偏大 不像75是一个比较短小金焊的一个房车这样的架构 终于到了2016年 阿发罗密歐再度推出 以后轮传动为基础的Julia 车身的配重呢达到前后50x50 而且前悬吊呢是双AB 后面的悬吊为多连杆 这算是一个非常运动化的悬吊设定 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 搭载了2.0四缸涡轮引擎的动力心脏 动力输出达到280匹 搭配了8速的手自排及四轮传动 四轮传动呢在这个极距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配置 以车款定位来说 我认为Julia它属于一个运动的性能房车 除了Alfa Romeo它所传统给的一个操价的乐趣之外 其实它在空间上 包含前座或后排 它的乘坐空间都相当不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个外观的设计 它的盾行的水箱护罩 这也一直是Alfa Romeo的特色 新款的Julia把它拉长往下延伸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它两旁的这个进气呢 也坐得非常的大 两旁坐得非常的宽广 再加上它的眯眯眼的头灯 这个日行灯LED灯条的部分呢 都让整台车它的重心修饰的比较低 而且是往旁边扩张延伸 再来呢我们从车的侧面来看 从车辆的侧面呢 一定会注意到 这个轮圈它就是2000年之后 Alfa Romeo惯用的一个设计 在台湾呢 也有车友戏称它是五灯奖的轮圈 是不是很有型呢 接下来我们进到车内来看一下 一坐进来第一个感受是 它整个座位的重心是非常的低 所以你的整个座椅来说 它是非常贴近地面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皮革 在座椅的部分呢 它的皮革材质质质质质非常好 而且呢两旁在腰靠的部分呢 它其实做得非常大 也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激烈操架的时候 它给你的支撑是非常的满 而且支撑性是非常的强 对于驾驶的视觉来说呢 你进来就会发现它的Alfa Romeo 非常传统的这个圆形的仪表设计 两旁转速表跟时速表 而中间呢则有一个全彩的液晶萤幕 而这个圆形的设计呢 也延伸到它的冷气出风口 整体的衣制性相当的高 以车内内装的质感来说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像金属质感的试板 如果你要追求更高的质感的话 也有整个皮革包覆的中控台 可以来做选配 坐近Julia我也发现 它有几个设计上的巧思 包含这个免钥匙启动 它这边其实有设计一个 专属的钥匙放置的位置 这在我们一般车款改为 免钥匙启动之后 鲜少有车款去设计这样一个专属的放置位置 另外呢Julia它的引擎启动钮 它是设计在方向盘上 这也只有在像法利这样子纯种的运动车款 才会设计在这里 另外在打档杆旁边呢 还有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按钮 它包含有D-Dynamic或是N一般的模式 还有全地形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今天试驾的重点 等一下上路就要来好好试一下不同的功能 整体而言我们在山路上的操驾感受来说 我第一个印象是Julia它的整个重心来说非常的低沉 这跟它的整个座位的高度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 当我们在山路上做一个连续弯道的操驾 你会发现它的车身非常的灵活 当你微幅转动方向盘的时候 它很快它的前轮的指向性 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出 它前轮帮你带入弯中 而当你在出弯离开弯道的时候 你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四轮传动 它是四个轮胎带着你一起加速出弯 这样的一个好处这样的优势 以悬吊的设定来说 我觉得Julia它并不会有过多的弹跳 不管对于前座或是后座 它都是在一个沉稳的操控感中 带有一些舒适的调性 所以并不会非常的死硬 例如我们在一般道路上 它也并不会有那种过多的弹跳 让你一直觉得车身非常的正 当我们把行驶模式切成D Dynamic之后 整台车身的动态又跟原本的N 不太一样了 当我在出弯时 做一个大脚油门 全油门出弯的动作的时候 后轮开始因为承受不住扭力 而开始往外甩 往外偏移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代表说整台车的底盘 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后驱的动力输出的特性 这也代表在Dynamic模式之下 除了引擎变速箱的反应变得比较敏捷 在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它的介入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在车身的动态上会变得比较活泼一些 Julia在自动系统部分 还搭载了比较吸引的 线传刹车系统 它在整个刹车的回馈来说 我认为它在初段来说可能会比较刹车的回馈力道会比较轻一点 要踩的比较深它才会有力道的涌现 这部分呢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去适应一下 此外呢当我从山路回到高速公路要回市区的时候 我开始感受到它的整个轮胎的噪音还算是比较明显一点 算是一个小缺点 整体而言我觉得Julia它的操控感呢 其实蛮接近所谓的钢炮车型 虽然说它的整个尺寸包含前座或后座的空间 其实都是相当的好 以前座来说我把整个位置设定到我开车的需求 当我坐到后座呢 在西部空间部分至少还有两个拳头这样的空间 而且头部空间也不算太差 另外在加速部分 Julia 2.0升Turbo再加上四驱的设定 在竞争对手里面包含B&W330、C300 甚至Audi的45Quadro 在加速的数据上都不是它的对手 带有红色车身的意大利车 绝对是大男孩想要收藏的玩具之一 这一次我体验试驾来自意大利时尚之都米兰的 Alfa Romeo车款Julia 再次回味在意大利乡间驾车的乐趣 灵活的操控 快速回应驾驶方向盘的前轮指向性 加上在这个等级少见的四轮传动配置 让出弯加速更有效率地发挥 四缸无论引擎的280匹马力 除了热血性能的体验外 我同时发现在空间上 Julia足以应付四人家庭 在一般通勤假日出游的需求 是好爸爸想要展现独特品味 热血驾驭本质的最佳识别 如果你想要体验意大利式的操控乐趣 以及有Romeo与Julia 这样爱情浪漫般的外形设计 那么Alfa Romeo Giulia 就是你一定要来试的运动性能房车 我是Mono7在杨宾 那我们下一次Mono7试车频道再见咯 拜拜 拜拜